一盒diptec的饮中水非常的像 水珠从玻璃门上划下 嫩嫩的那种玫瑰感 一颗就是干巴巴黑曲曲的 饱满带了一点水果的湿润感 半湿润的状态 哈喽大家欢迎过来的频道 今天是久违的爱用品分享 今天这个爱用品视频 从护肤彩妆到小家店小家具类产品 还有像吃的像食品类的产品都涵盖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样我近期用到的 让我比较惊艳的产品 它就是来自antipides他们家的这一支身体乳 与其说叫身体乳 不如说叫身体霜更合适一点 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偏霜状 那种稍微厚重一点点的质地 那让我很惊艳点在于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它上面写着呢 里面是含avocado oil 就是牛油果油吧 还有像野黑醋粒啊 还有像这个叫木槿花 闻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水果的 那种酸甜的感觉 还有那种很富裕的花香植物的香味 我第一次上手 我就觉得这个香味非常的熟悉 然后我闻了我手头上所有的香水的味道 最后呢 我发现它的香味和diptic的饮中水非常的像 两者相比较而言呢 这个饮中水啊 它的那个喷出来的前调会比较冲对吧 antipides他们家这支身体乳的这个味道 就比较温和 而且这两支厚调比较起来啊 这支会比较偏奶味一点点 它有那种奶油奶油的感觉 但这支饮中水呢 它就会偏植物一些 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大体上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像 我刚才有看了一下它们两个 好像都是含这个黑醋粒的这个香味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点点相似感吧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饮中水的这个香味嘛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支身体乳就真的是郑重红心 那我一般都是洗完澡 就趁身体上还有一点点湿湿的时候呢 马上涂它 过两个小时上床睡觉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两条腿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摩擦感的 但又不是那种油腻的感觉 这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干的皮肤的话 对于现在这个天气啊 快要到夏天了 你就真的没有必要去买了 因为可能会觉得太heavy 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是很干到夏天都齐皮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啦 最好呢 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它的香味感兴趣的话 可以等到冬天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支的质地是比较适合冬天去用的 第二样跟护肤彩妆类相关的呢 就是这支into you的这个342这罐唇泥 这个之前在视频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最近用着用着更喜欢的 首先它颜色很好看 就是我今天嘴上的这个颜色 就是很显嫩 然后呢 就是有一点点嫩嫩的那种玫瑰感 因为我每天晚上其实都有后敷唇膜的习惯嘛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个嘴唇其实是不会太干的 在这种比较正常的嘴唇的状态下呢 涂它一点都不会起皮 而且一整天下来也不会拔干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质地其实不太显纯纹 所以这罐对于我来说 其实质地跟颜色都非常的棒 再加上我买它那个价格也才30块钱左右 所以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总之那342这个颜色真的是没话讲啊 我最近上班一直在涂它 我觉得它在我的脸上就是又提气色又温柔 然后又不会过于轻挑的感觉 所以就是刚刚好 接下来呢要分享一下吃的东西 我最近真的买到一样饱哦 我跟你们讲 我其实是蛮喜欢吃果干的 但是我又不太敢吃果干 因为一般的果干对我来说都太甜了 因为我吃东西口味比较清淡嘛 就过甜或者过咸或者过辣什么的话 我都不太可以 那最近呢我是在这个Seaburger是这么念吧 他们家买了一款杏干 还有一款是五花果干 我真的很棒哎 真的超出我的预料 好在哪呢 就一般讲到杏干对吧 你就会想到的是那种很甜很甜 虽然很干但是超级甜的那种 就虽然说这些果干 它说是不添加任何就是其他的成分 但是它的那个甜就真的让你会很怀疑 是不是有加勒糖 像我之前就买过这种大包的 这款大包装呢其实我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好像只吃了几颗吧 它里面就是这种普通的杏干 你们看就晒的这种黑黑的 然后踪踪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干巴巴的咬过去 有一点硬硬的 要嚼就是很用力的嚼 嚼到最后呢 你的嘴里就只剩下那个糖的味道 就真的很甜 但是这款呢我在搜的时候 看到它的包装 我其实很怀疑的 因为我认知当中的杏干 都是像刚才那个黑黑的一小颗嘛 对吧 我想说这个封面也太假了吧 怎么可能杏干会是这样子 就饱满的金黄的颜色呢 结果我收到以后发现 真的是这样子的 它的封面真的没有在骗人呢 你们看这个杏干的颜色 就跟它的包装一模一样啊 对比一下两款杏干 是不是差别很大 金黄透亮 然后饱满带了一点水果的湿润感 那这款呢就是好像没有晒到完全干 还有一点点水果的那种 小水瓶的感觉的 但是它很好咬 就不用你用力的去嚼 我看你们看里面也是有水果的那种湿润感的 最棒的一点是 它真的不甜 真的很符合我这种口味清淡的人 它吃起来就真的是 杏子的那种 就是天然的水果的味道 完全不会有过甜的感觉 还有一个呢就是无花果干 无花果干一般 我们认知当中买过来就是那种硬硬的 对吧 就很难咬的那种 但他们家这个无花果干 硕搭一颗 而且跟刚才的杏干一样 它不是那种完全晒干晒硬的 它里面这种无花果的这个籽哦 居然也是这种半湿润的状态 就好像晒到半干不干 就还是有点新鲜的感觉 而且它也完全没有传统的那种无花果干 那种甜到死甜到腻的感觉 它真的很清爽 平时那种普通的无花果干 我大概会吃个两颗 我就腻的受不了了 但这个如果我不控制的话 我可能吃个十颗都没什么感觉 就吃得很开心的那种 还有一个吃的呢 是我最近买的这个猴头菇 茯苓杀人粉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随便买的 因为我看这个猴头菇 好像是说对胃比较好嘛 对吧 因为我胃不太好 我发现喝下去真的胃还蛮舒服的 不会像有一些粉泡起来 就有粘稠感之类的 它就是很顺很滑的喝下去 然后就非常的温和 而且那里面也没有添加什么糖啊 什么的 它就是有一点微微的甜味 非常非常的轻微 如果你口味比较重 你甚至会觉得它没有味道 但像我这种平时吃的 就是极其清淡的人呢 我还是能尝出它有一点点甜头的感觉 一般我都是早上喝 然后或者晚上肚子饿的时候呢 会冲一杯喝一下 就代替夜宵嘛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种猴头菇粉 到底是不是就是有养味的功效了 但我觉得总比吃那种 添加的那种人工的食品要好 对吧 所以这对我来说 也就算是养生食品了吧 接下来呢 就来到小家店环节 首先第一样呢 就是我这次要准备开团的一样产品 这一间小店 其实真的这段时间拯救了我 首先呢 要友情提示一下北方的同学 北方的同学可能这一 part就不需要听了 因为这件产品你们真的用不到 那像我们江浙湖 长江以南 或者更难一点的同学 可能都深有体会 这段时间呢 天气忽冷忽热的 一会儿夏天一会儿冬天 然后大家都知道 这就意味着回南天要来了 对不对 每次到回南天的时候 像我们南方哦 但凡是有个玻璃门 或者是家里有那种瓷砖啊什么的话 就整天都在哭泣 你就看到那个水珠 从玻璃门上挂下来 真的超级恐怖的 首先别说内衣内裤干不了这种事情了 就连挂在浴室里的毛巾 都会发出一种水臭的味道 我大概是在前两个月的plug里面吧 有随口提了一句 就说接下来的天气 就需要一台好的除湿机了 然后呢 我的老朋友 后面这个白狼 他们看到了 就马上联系了我 说我们家有除湿机 这个除湿机真的非常棒 你一定要试一下 于是呢 就有了这次的合作 那首先呢 肯定就是颜值了 因为家电类的产品 我肯定是要看颜值的 摆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如果不好看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用的 他们家的产品 让我很放心的一点 就是颜值方面都非常的稳定 这个颜色搭配 就能融进任何的家居风格里面 再来重点讲一下 我使用下来的效果 我最近一直都是 把它摆在浴室里面用的 然后我发现这段时间 我们家浴室的那个毛巾 最近就是这么湿 这么闷的这种天气下 居然完全没有水臭味 所以它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就整个浴室的那个环境 就变得干燥了很多 就经常我洗完澡出来 那个玻璃全部都是雾的嘛 完全看不见对吧 但是自从我用了它 每次洗完澡出来 那个玻璃都是 完全没有水气 完全没有雾气 它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块玻璃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它的水箱非常的大 官方的数据呢 这个水箱它的容量是 3.81升的水 我自己用下来的情况 就是像我这样子 每天一家三口洗完澡 到睡前就一直开着 正正好是一周到一次的频率 然后呢我每次都会把这个水箱里面的水 倒到云晶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桶里面 所以我们家现在每周拖地的水 都是它从空气里面抽下来的那个水器 就感觉很环保是不是 它这一箱呢 倒到云晶的那个水箱里面 就刚刚好好是一箱 那我在视频里面记录的那个画面呢 就是那个水 可能实际上还要再多一点 因为陈先生在搬的过程中 就还洒了一部分的水 被我骂死 它这个水箱满的时候哦 你不用怕它溢出来 它自己检测到水箱满了 那个机子就会停 然后会提示你水箱已经满了 所以各方面都很省心啦 这个机子它带了一个进化的功能 所以呢我放在浴室里面用的话 有时候也会开这个进化的功能 再有一点呢 就是你把它打开开始除湿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出风口的风量真的还蛮大的 它的风速也可以调整 有两档风速 而且它这个风摆还是可以转动的 所以它的那个风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像夏天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客厅或者放在卧室用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开空调 然后需要那个自然风循环一下的话 你可以完全靠它 那我的这款呢也是最基础的款 只有面积是20平方到80平方的样子 一般的家庭的话 一个房间80平方应该都差不多涵盖在里面了吧 我是觉得这个最基础的款也是够用了的 那团购方式呢我会放在评论区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还是一件小家电 我三八节的时候说我要买的这个 海尔的消毒烘干机 我真的是去买了 我买的价格是400多块钱吧 就这么一个机子400多块钱 但是我觉得它的塑料感真的蛮强的 里面的整一个给人的质感吧 就不是特别的好 整个机子轻飘飘的 而且呢打开 你们听里面的零部件 就算还是听听哐哐的那种 所以这种家电类的产品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来 但是因为它的功能是我需要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留下了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买它 我买它就是因为我想要给我的内裤消消毒 它写的是烘干消毒液体 那我想着那就正好嘛 我就每次洗完内裤 就把那个内裤拧干 然后放进去烘干加消毒一按 拿出来就是干干净间内裤有多好啊 是不是 但是我用下来发现 它烘干的那个效率真的非常的低 就一条内裤哦 大概要烘个三四个小时才能干吧 那到后来呢 我就没有用烘干这个功能了 就只用它消毒的这个功能 消毒的这个功能呢 耗时是11分钟 这个时间呢就刚刚好让我洗个澡 所以我每次是洗澡之前 把内裤丢到这个消毒机里面 按起来11分钟 等到我洗完它就差不多烘完了 就能穿了 说实话我看不到效果 它只能在关闭的状态下工作 那你能看到的是呢 它里面有两个灯管是吧 但具体它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 我看不到 那内裤消完毒拿出来呢 也没有热热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的气味 反正就是放进去什么样 拿出来什么样 就除非你去做那个什么细菌检测了 要不然的话 你应该是看不到它效果的 但我觉得简简单单 消个毒这种事情 如果它都做不好的话 那这个小500块钱400多块钱 那不是花的太冤枉了对吧 所以我默认它应该是可以消毒的 那如果你对内裤消毒什么 这方面有需求的话 可以去考虑一下这种烘干消毒机 最后一样这是一件厨具 这个呢就是来自卡罗特 他们家的一口锅 我在好几年前的视频里面 有分享过他们家的 另一个也是卖饭时的锅 当时我是买了一个大的size嘛 然后这一次呢 我是买了一个偏小一点的size 而且我发现几年过去了 他们家这个锅的颜值有所上升 这款的颜色就是一个浅灰色 比原来的那个深灰色 看起来要更洋气一点 而且这个手柄的颜色 也是这种浅灰的这种圆木色 就看起来比较舒服吧 它非常的轻便 我一般都是做早餐的时候用 然后像这种平底的锅吧 你随便煎个蛋饼啊 炒个小菜啊 或者去摊个手抓饼啊 刚刚好 顺便一提啊 那个手抓饼的大小 放在这边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所以这口锅 简直就是为手抓饼量身打造的 还有呢就是卖饭时 它就是不粘啦 对不对 如果我不放油的话 去煎个鸡蛋 它也完全不会粘锅 所以吃起来还是蛮健康的 但也有人说 这种卖饭时就用个几年 就不牢靠了 就会开始粘了 我觉得 我刚才有跟你们讲吗 我买的价格 我买的价格才79块钱呢 我觉得如果是79块一口锅的话 用一年坏掉 我都不会怪它 再加上我前几年 不是在他们家买过一口 再大一点的锅嘛 我觉得那口锅 因为这几年用下来 感觉也还行啊 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OK的 所以如果你也想找一款 就性价比比较高的 这种不粘锅的话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价格真的还蛮便宜的 趁活动的时候啊 我是38姐买的79块钱 好了 以上呢就是这期所有的爱用了 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能够起到一点 小小的参考作用 然后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团购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